姐姐摔跤奶奶就怪我说我没照顾好姐姐让她摔跤是她自己的摔跤 妹妹不管你了我要走了 爸爸我告诉你这件事情不要告诉奶奶 什么事情了 就是昨天晚上姐姐翻厕所的垃圾桶了啊那你怎么没去阻止一下 因为我没看到我在外面看上去 那你怎么知道的 后面奶奶说 太脏了 打得好 又在看手机呀 那个呢 你不是要给我吗 你问他拿手机他就给你 我问他拿手机他什么时候他都不给我 看什么呢下次也要给奶奶 那是因为你对他太好了知道吗 是我是对他太好了 是不是呀希希 昨天晚上他翻厕所垃圾桶了 是啊昨天晚上 要他去上厕所没有给手机给他没有人披着他他就在那里翻东西手里面有东西他也还得去翻 你开起来干嘛 是不是在说你 你那个你把那个玻璃门给关住 玻璃门那是推拉的他会开呀 你看像这个门他坐在这里他就实实就这样推的推起来就是这样的 你看就这里翻哪里翻 天天家里面都乱乱的 下次他再翻的话就打他手 翻一次打一次 没有 这也没用那也没用那什么有用 我跟他少了 我说你去拿这个干嘛 你骂他有用吗 他听得懂呀 他听不懂呀 你骂他他以为你在跟他玩呢 我骂他他就他就这样盯着我看着我 我的意思就是说 每次他做的不好的事情是要给他要长点记性的那种动作出来 你没发现有一点吗 现在他躺地上躺的少了 我是对他是好凶一样 我都骂他 我说我去打死你 我说你 你骂他没有用 我都说有点你要做一些动作出来 他每次躺地上是不是我都拿着东西去打他 他现在躺的少了 最起码有点在我面前 他躺的少了 在你面前躺的少 在我面前还不是一样的 经常看到评论区有些人说我们家太乱了 一点都不懂得收拾 那是你们不了解西西 他翻起东西来 就真的是有点拆家的感觉 只要是没人看着他陪着他 他就到处翻东西 家里面哪里藏过吃的东西西西都会去翻 他对别的东西记忆不好 对吃的东西记忆特别好 是不是啊 因为你拿出东西来他永远不会忘记的 是不是 那他别的记忆力好不好 就要临时的记忆和手指的记忆也好 别的记忆都不好 你想干嘛 他想穿我包包 你的包包给我看一下 不行 我只能拿着看 这么漂亮的 这是谁给你买的 这是姑姑给我买的 为什么没有给姐姐买的 因为姐姐会扯我 你好小气啊知道吧 你憋着嘴干嘛 哎不要不要动不要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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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扯 放手 放手 扯到你了没有 你还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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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你说了让你放手放手放手 扯痛了没有 不动 不动就好 你看 妹妹都没有怪你 下次下次他打着手扯了给我使劲打 你不是说要打屁股吗 打手也可以 因为他的手不听话 下次扯一次给我打一次 听见没有 那可是他又会打我 他跑不过你 他可是又会摔跤 奶奶又怪了 奶奶又说是我看不好他 你笑什么 你又听懂了 姐姐摔跤奶奶就怪我说我没照顾好 姐姐让他摔跤 是他自己的摔跤 妹妹不管你了 我要走了 我跟你说 奶奶其实也不是真的怪你 知道吧 他只是提醒你一下要看住一下姐姐 因为姐姐确实容易摔跤 那可是总是让他学台阶 他不是学会了吗 你没发现他现在走的也越来越好了吗 他就让他自己走呗 他是自己走呀 只是说没有说姐姐摔跤都怪你 他只是偶尔跟你开玩笑的 知道吧 我才不行 开玩笑都不行吗 那你也不要跟我们开玩笑呢 那我就要跟你们开玩笑 你看你有漂亮的衣服漂亮的包包 是不是姐姐都没有是不是 所以所以你也不要生姐姐的气 也不要生奶奶的气 是不是 嗯 还是谁呀 听话啊 啊 啊